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 我是蘇坦,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節目! 首先,我們來聊一下廖老大的事情 這幾天如果各位有看館長的直播 應該有看到館長有分享一個抖音的影片 在抖音上面,廖老大說他是中國台灣人 就是台灣歷史中國下面嘛 所以我們為什麼入書記上是這樣寫? 然後還說中國人基本上是分什麼大陸人 香港人跟台灣人 就是一個非常的無知的、很離譜的 完全不尊重台灣人的一個說法 因為說真的,在台灣沒有人要當中國人 因為這樣子真的是完全不尊重台灣人的名義 你們如果看政大的調查、政大的民調 他們每年都有統計資料嘛 然後根據他們的資料 把自己認同為台灣人 然後台灣人跟中國人 或只是中國人 自己認為是中國人的那種比例是非常的低 我們看最新的調查結果 截至2022年6月 把自己看成中國人只有2.4% 那對自己的認同只有台灣人 就是有63.7% 所以就很明顯嘛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其實廖老大 大家叫你老大 並不是因為你什麼事情都講得對 只是覺得你講安耀威很好笑而已 再來你說什麼沒有月入10萬就不值得去健身房 但是我覺得真的這個東西有夠離譜了 所以你完全是看不起在台灣沒有月入10萬的人嗎?還是怎樣? 因為為什麼要去健身房? 就是因為在健身房有專業的教練 還有好的設備 然後如果你希望可以有個健康的身體 你也會去健身房 諮詢一下教練 比較適合你的鍛鍊的方式有哪些 就是一樣 你在家裡弄裝潢的時候 你也會問一下室內設計師 怎麼樣改會比較好啊? 或你生病的時候 也會去找醫生 醫生跟你說你的病要怎麼治療 所以這樣子廖老大 你覺得月入沒有10萬的人 不值得有一個專業的諮詢嗎? 還有這次證明你只是一個冠老闆而已 因為你所有的專業都是希望可以用一個低薪來聘請而已啊 而且說真的 為什麼大家在看你? 因為你就是一個很好笑的冠老闆而已啊 就是飲料很難喝還自己不相信 然後自己買了自己的飲料 然後喝了 發現真的他媽的難喝 然後以後還跑去武士來買飲料啊 其實這個東西 你也完全沒有用你的心在經營你的生意 在經營你的企業 你經營你的企業 不是因為你對這個行業有熱情 只是因為你喜歡錢 希望可以買更多的跑車名牌 還有土地 你完全不在乎專業 而且你對你的企業 對你的生意 一點熱心也沒有 然後以為小粉紅也不在乎專業 那你只贏了一個比賽 而且贏了一個不專業的人 這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情呢? 其實這件事情很好用你的難喝的飲料來證明 如果你對你的品牌有熱情 如果你希望可以做一些很好喝的飲料 讓台灣人喜歡 那你不會過了很久 連王浩宇都出來罵你飲料夠難喝 然後自己跑去買了 發現真的很難喝 你會最開始就是挑選最好的茶葉啦 最好的牛奶啦 最好的水果 甚至還會做一個特別的配方 只有你的飲料店才有的 你應該只是覺得 只要錢砸下去 台灣人就會買單 但不好意思 台灣人不是這樣子的 台灣人對品質很有要求的 廖老大 你這種的型態可能也只適合中國而已啦 畢竟你說你是中國人 那你覺得你是中國人 可以啊 中國在那邊嘛 就可以買機票啊 可以去那邊啊 他們在等你啊 但是拜託 到時候需要用到健保的時候不要回台灣 再來我們聊一下在中國網路遊戲相關的新聞 其實大家都知道嘛 中國的言論變得越來越不自由啊 中國英雄聯盟職業選手 劉志豪與王藩 他們在實況 《騎士精神2》這個遊戲的時候 遇到玩家 玩家的ID叫做 《精品及隨劍》 當下他們根本就沒有發現 有這個ID的玩家出現 但是他們下線之後 平台就把他們給禁播了 後來呢 他們的帳號解封了 但是他們說 他們會暫停更新一陣子 為了要處理一些事情 那下線之後 他們的帳號 卻變成了一個狀態 那個狀態上面顯示 蓋主播 涉嫌違規 正在整改中 我在想他們是被送去再教育了嗎? 而且不是他們自己的ID啊 這是有個玩家的ID 叫做 《精品及隨劍》 他們也沒有辦法控制別人的ID帳號 取什麼名字啊 還是這樣子是不是在鼓勵 香港的台灣的玩家 都取一些如包的名稱 然後特別來出現在那些 有名的實況主 在打遊戲的那個場面上面 再來我有個非常大的發現 中國怎麼幫助北韓 針對台灣人走大外宣 我們來看一下 在臉書上面 有個粉絲轉眼 叫做 《朝鮮經貿文化情報》 DPRK DPRK就是北韓的英文名稱嘛 那這個粉專呢 它有34000個追蹤的用戶 它其實寫的文章都寫得還不錯 還會用一些台灣人會喜歡的梗 然後寫這個文章的內容 就是很明顯是台灣人 因為除了台灣人習慣用的用詞用語之外 這個粉專它也是一直在追 一些台灣人在關心的時事 還有因為台灣人喜歡美食嘛 所以它也會放一些 就是對北韓人來說很高級的美食 它會用一些很輕鬆的梗 就是台灣人喜歡看的梗 然後用偷換概念的方式 讓你對某件事情的見解 變成就是對北韓來說是有利的 比如說它最近有發一個笑死圖 那就是說關於北韓的一些說法 比如說你到北韓你就是不能帶什麼手機嘛 蘋果啦、LG啦不能帶 然後它說笑死 居然就是到北韓不能帶LG跟蘋果的手機 然後下面就是寫實際上基本上是可以 然後它會寫笑死 居然會有人覺得北韓人吃不飽 還要帶自己的泡麵 實際上你到北韓旅遊的時候 就是三餐吃得很豐盛 再來它們寫什麼笑死 居然會有人覺得在北韓你隨便會被抓走 實際上北韓是個很安全的國家 沒有爬手啊 你這要不違法就不會被抓走的 但是後面它就寫了一個 互相之間非常有矛盾的 就是說笑死居然有人敢把西方的書 還有南朝鮮 就是南韓的書跟電影啊 帶進北韓 這樣子你不會笑死 但是你會真的死 那這樣不就是矛盾嗎? 意思就是說你會隨便被抓走 你說要是帶了聖經 你是基督徒的話 北韓也不能帶聖經嘛 你就是會被抓走嘛 那這個東西意思就是說 好你不要違法就不會被抓走 但是你的法律很奇怪 所以你隨時都會被抓走的東西 但這樣子一般的那種 看那個粉專的內容的人 他們會有一個誤解 反而對北韓產生一個好感 就是透過一些很輕鬆的宣傳的方式 還會寫什麼笑死居然有人覺得 在北韓有饑荒 然後下面它寫 實際上朝鮮目前的糧食的自給率已經高到92% 這樣子你不如去相信 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大國 已經超越美國 世界上北韓缺糧也是一個事實 最近他們一直跟全世界 就是透過他的那種核武的勒索 要求比如說南韓啊 美國啦 就西方國家提供食物給他 最近他還特別派士兵到烏克蘭 幫助俄羅斯打仗 這士兵人數有到10萬人 這個俄羅斯新聞也有證實嘛 那所以他們就是派士兵 然後要跟俄羅斯交換食物 而且北韓還承認了 就是在烏克蘭東部的那些俄羅斯人 就是俄羅斯有派自己的軍隊 俄羅斯有派自己的士兵在那邊建立一些 就是實際上俄羅斯出錢 出士兵出全部的 就是讓烏克蘭挖解嘛 的那兩個人民共和國 北韓又承認他們的獨立 這也造成烏克蘭跟北韓斷交 那這個國家 你還真的相信他沒有缺量 這個國家隨便放幾句話 你就會這樣子被他騙了嗎? 下面還有一大堆留言說 哦,一定要去朝鮮看看啊 要多多了解什麼 北韓人怎麼看啊 北韓人的立場是什麼 哎,北韓這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啊 它就是跟中國差不多的一個型態啦 那如果你這樣子隨便被這種的大外宣給騙了 那要麼你就是真的是太崇拜維權 要麼是太天真或太白痴 還有一個他們在介紹北韓的那種全民皆兵嘛 就是什麼每個男人都要當十年的兵 居然下面還有台灣人 我希望台灣可以學習北韓的經驗 什麼北韓的經驗 你要台灣變成很大的集中營嘛 北韓的全民國防經驗是什麼 每個人要當七到十年的兵 你對於除了軍人之外 在國家沒有其他的專業了 那你要學習這種的經驗 要讓台灣變成全世界最大的集中營嘛 跟北韓一樣嘛 那首先我們看一下 其實還蠻多台灣人被這個粉專給騙了 我們看他們對這個粉專的想法是什麼 你看這些我有查過這些都是真人帳號 西方平坡報導重斥 有朝鮮經貿文化情報的正向資訊 帶我們原理家消息 充分了解真朝鮮 還有這個人 聽媒體亂講的朝鮮 不如來這裡真正了解朝鮮 值得推薦的地方 讓一般民眾了解朝鮮當局立場和社會主義 棒 蛤? 你在自由世界活得不耐煩了 想進擊中營嗎? 那你就去朝鮮啊 去中國啊 他們在等你啊 透過文字說明 相片圖畫了解到 以美國利益觀點 所報導的差異 美國利益 美國的利益跟價值就是什麼? 是民主啊 自由 不是價值 北韓的利益是什麼? 弩化民眾嘛 把國家變成集中營 就是這樣子的價值而已啦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粉專背後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它有放一個在台北市的地址 他們是在忠孝西路一段50號15樓至13 在台北市 那還有一個示畫 你可以去搜尋這個室內電話就可以找到 其實它是一個跟中國有關的雜誌社的電話 那那個雜誌社叫做東北亞論壇 東北亞論壇 我們其實可以看一下那個東北亞論壇 實際上是什麼東西呢? 它有百度的文章 基本上這是一個共產黨的一個機構嘛 它是創刊在1992年的時候嘛 然後是一個吉林大學主管 吉林大學與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 聯合主辦的政治、軍事、法律、綜合性的 學術期刊 東北亞論壇呢 他們的理念是什麼? 他們的理念當然就是跟中國共產黨有關係 他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 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導 貫徹百花齊放、百家正名的方針 為促進東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交流 經貿發展和友好往來的服務 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什麼? 就是大外宣、中國共產黨 背後是中國共產黨跟中國的那些資金 學術單位啦 都是跟黨有關係的 在台灣合法經營 在台灣就是拿那些中國人的錢 來幫台灣人洗腦 就是很誇張的 他們已經不只是幫中國說話 他們已經是幫北韓說話 而且說真的各位以外交的角度來看 這種的國家跟他的那些所作所為 看現在在烏克蘭在打仗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北韓全力的在支持俄羅斯 然後北韓這個國家 它就是靠中國跟俄羅斯 才能生存的一個集中營嘛 一個國家嘛 一個政權 你們覺得這種時候台灣要跟這個地方做外交嗎? 他在最關鍵的時刻 你覺得他會跟台灣合作嗎? 不可能嘛 因為他的生存都是靠中國跟俄羅斯 他一定是會跟中國跟俄羅斯站在一起的 然後你們台灣人要現在去支持一個 這種集權地獄嗎? 你們覺得盟友會這麼看待台灣呢? 盟友會看到台灣人在那邊說要跟北韓做外交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台灣人好騙嗎? 還是台灣人崇拜維權? 台灣人是一個可靠的盟友還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各位拜託 不要被這個東西騙 因為它也不是一個北韓政府的代表機構 實際上它是中國政府的代表機構 就是很明顯嘛 連北韓的大外宣 都是中國人要做 因為北韓沒有能力也沒有錢做 像是某個台灣高中老師的粉專 也有分享他的其中一個梗圖 我看到這個分享的時候 我的緊包器就響了 我覺得不行這個一定要講 因為這個真的是太危險 然後台灣人就那麼容易被一個極權政府給騙了 然後當然背後又是中國嘛 當然哪一次沒有中國 所以就是台灣人這樣子被一個輕鬆搞笑的土會很輕易地改變自己原本的想法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要跟大家講 你們一定要注意你們在分享什麼東西 你們在看什麼東西 有時候背後有大外宣 有時候背後就是中國 就是北韓 就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國家 那最後我來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還蠻好笑的影片 其實大家知道洪秀柱嘛 就是一個資深台監嘛 那最近在中國的快手有一大堆影片在分享洪秀柱講話 他就是前陣子有去東途爵士台嘛 然後就是有否認有種族滅絕 然後裴洛西來台灣的時候 他一直在罵裴洛西 然後我就說他是中國人 他一做中國人為傲 我在想你中國人沒有人比你留在台灣的 你那麼喜歡中國就是可以住在那邊嘛 然後快手 現在他們就是中國人在快手分享的影片 他們就是想要讓洪秀柱在台灣做代省長 我們來看一下 洪秀柱,女,為台灣省人民政府代省長 依洪秀柱,女,為台灣省人民政府代省長 洪秀柱,女,為台灣省人民政府代省長 同樣的文案,同樣的內容的影片 在快手一大堆 很有可能就是中國共產黨真的是 希望洪秀柱在台灣可以做一個代省長 也就是等於讓他當一個台灣版的林鄭月娥 那難怪他那麼努力地在舔共 因為他當不了台灣的總統 那所以他現在就是要勾結中共 希望在台灣可以當一個代省長 我在想,這麼舔共的一個台奸 這麼舔共的一個傢伙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開除國民黨籍呢? 就是很明顯嘛 各位,如果有看一些關於民進黨的新聞 鄭寶欽最近被開除民進黨籍了嘛 所以民進黨遇到的問題,民進黨會檢討 但是國民黨,我看到那些一直在唱隨台灣 一直在罵台灣 一直希望台灣可以被一個獨裁國家併吞的 那些馬英九們 那些紅袖柱們 他們永久都不會被開除黨籍了 只有舔共舔不下去的人才會默默地退黨 那國民黨真的會開除黨籍 這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的黨籍的內鬥 所以拜託大家不要再相信那個舔共的政黨了 好,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追蹤內容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裡的影片下面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我們下次見 再會啦